我们公司主要是从事 液晶广告机的生产制作和销售的企业 然后我们制作的产品由 室内室外7寸到110寸的液晶广告机 然后绝大部分是用于出口 主要的市场是在美国和欧洲 然后南美、非洲、中东、澳洲 其实基本上全世界都不去到了 但是主要市场是在那边的那种 在之前我们就是使用色药表格来管理 后来接触到博方以后 现在基本上就放弃掉之前的表格 全体就直接用博方 最大的帮助应该是 就是客户的统计这一块 我觉得更清晰更有调理性 就是之前用Excel表格 每个人一个表格 我去看的时候会比较碎 还有统计方面也不太好做 就是每个人手上的重点客户 非重点客户 AATG客户 有多少来自哪里 不太清晰 但是用博方的话 我觉得很简单 按一个按键 按统计 然后它就会有很清晰的数据出来 这个同事手上有多少客户 AATG客户是多少 VM客户是多少 VM客户是多少 哪个国家 VM有多少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方便 邮件这一方面的话 呃 我觉得就是 点规律后 可以把每个客户的邮件 规律到这个客户的文件 文件夹下面 然后 查找起来比较方便 特别是有些客户有特殊要求 经过公司邮件网上的 你一查邮件的话 非常清晰 什么时间发的 有些什么要求 这样 后面如果给客户做样品 或者说 我觉得很方便 他的 跟进客户的所有资料 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然后 如果 有幼义员离职的话 我可以随时把他的资料交出来 分配给其他的幼义员的跟进 这样子 做到一个其实的跟进 我觉得 客户那边应该就 不会再去选择一个 已经一直 而且暂时没有跟进的 对 我觉得 第一个你们的销售人员 非常的负责任 跟进的 及时 服务很好 就是说 有晚上九点十点 因为我们晚上经常交班 会到九点十点 如果系统有问题 我去找你们的同事 他们还是在线的 就是我们的医务员 会在线 如果他解决不了 他会立马打电话给工程师 但是工程师再及时 能够到他们去 索费 我觉得这一点 让我很开心吧 因为确实 很多公司做不到这样 六点钟下班 没人了 找不到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非常难 当然这个是使用之后 才了解到的 但是就是在使用之前 我会想的话 我也觉得 用人这块 会比较好 就是 他会 详细的跟我讲解 这个软件 一直在里面 会帮你们 做到一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 没错 华邦的软件 我觉得 使用过以后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第一点是 他们的服务非常到位 就是不管客户在什么 事件有问题 都能够及时的解决 第二点是 软件方面 我觉得 客户管理 这方面 确实帮了很大的忙 用了这个软件以后 我的很多同事 捡起了很多 以前 因为管理不到位 还没有跟进好的客户 目前来讲 是有一点小的订单吧 但是我想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的话 肯定会有大订单出来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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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